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彪股俱樂部 我是顧德頭顧總顧問 湯順可是湯老師 6月21日台北股市 當然開高走低 最高是漲55點 尾牌慢慢的往下壓 因為禮拜五 所以買牌比較不計 禮拜一 2330的台積電 他要除息 除息背空 台股會消失70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今天的指數 先大概減70點 禮拜大概一開盤就在10730點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 那不管如何 這是除全息的旺季 但是講到除全息的旺季 我說過他盤整盤整盤整 他進來漢地拔從他竟然直上 他竟然投也步 禮拜五還在創新 這禮拜他被股市可歌可信 一馬當仙 但是從這個觀點來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已經走完第五波了 第一波 我說他第一波一定要長 三切破亂論證 長完之後的 想說要進入整理了 結果川普跟習近平熱線 講好了要喝咖啡 到月底穿習會在日本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開高走高 一根長龍蕩他表態 強力的表態 他表態什麼 他表態他站上了季線 站穩季線之後 當然是以多方來控盤 因為我之前跟你講過 整個籌碼的結構非常的穩 那融資一直一直一直在上升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路的探敵 也就是說他的籌碼整一個穩自了得 竟然籌碼這麼穩 他今天輕輕鬆鬆強度關山 當多頭來的時候 不要繼續射高點 但是短線來看 因為又要進入儲權 其實忘記 禮拜一光台積電一檔 就會讓台北股市消失70點 所以你看得出來 禮拜一應該就是開低了 開低之後大概會到哪裡去 就自己看一看 不管如何 他短線部分 他階段性的任務 他已經很強勢的一個表態 而且他有效性的化解 那個黃色的線叫做季線 季線是多空的趨勢線 趨勢線本來要快往下 往後會被吸不吸不吸 結果被他帶上來了 帶得很漂亮 而且強勢的做一波的表態 這個整個的結構 雖然他已經完成了 所謂的第五波 而且強勢的表態站上季線 整個結構強勢的變多頭來掌控 從時間波來看 下禮拜可能有機會 雖然是除全席的忘記 可能就從時間波來看 因為川席會是月底 所以在這之前 兩大巨頭要 他要見面了 重點來了 要見面之前 川普已經講好他要選總統 習近平要不要選總統 他是萬年總統 他不用下台了 所以川普一對想盡辦法 跟習近平要一些好處 我要選機了 想這樣 你拔那麼矮 你也不讓我台階下 我只要選票 他講過他只要選票 他竟然要選票 至少要想盡辦法從習近平那邊挖一些好處 所以只要任何的一個優惠 他就會放大一個解釋 所以我認為短線之內 只會利多不會利空 只有牛肉沒有毒肉 既然如此我們認為 從時間波來看 台北股是下禮拜 雖然是除全席的忘記 但是我認為他會持續維持在高檔不墜 那如果回檔的話 那從缺口理論來看 葵花寶典告訴我 這邊有一個缺口 他在10573點位置 再往前推 這個是有一點失真的缺口 10429 所以短線朋友先不看這裡 那如果回檔也是一樣 10573 而這個回檔 他就是技術性的回檔 因為台北股市要除全席 那竟然為什麼要搭配所謂的除全席 來跟你講 來談這個台北股市 因為就是要跟你講指數不重要 那既然指數不重要 今天創新高 那你有看我節目的 你看你的股票有沒有創新高很重要 月金光 浩鼎 這些股票 今天我們買競技檔股票5488 你看今天一買又是先買先賺 回首來時消失的路 還是一樣 你選股的部分 你要穩扎穩打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指數 指數 指數 你賺了指數 賠了價差 半天轉金條 買什麼不半條 還是覺得錢好難賺 不然就是等解套 當時跟你講觀念 當時跟你講穩扎穩打 當時講個股表現 選對股票不必管大盤 最近報章雜誌哪一個不是這樣子寫 今天即便是指數一路一路的登高 我還是跟你講選對股票不要管大盤 不然的話你很在乎指數 我只問你一句話 你很在乎指數的投資朋友 今天指數從10227 這一波已經登高到今天的最高點 一萬零八百四十點 總共八減二大概六百點 六百多點 你賺多少 等這一套 賺了指數賠了價差 沒有意義 所以你操作選對 操作各國的投資票 你千萬不要受指數的一個影響 不然禮拜一指數要消失70點 因為除錢習慣 遊戲規則就好 因為它除息 所以家權指數會往下掉 那你看指數 那你不悔起來 不知道怎麼算了 半天轉金條 買什麼沒辦法 你一定會受影響 來 還是一樣文招文打 今天買進這一檔股票 鬆補 先買先賺 為什麼 光值利率 光值利率就12% 你現在買進 值利率就12% 現在定存利率多少 1.27 10倍 你覺得買好還是不好 所以計算機按一下 聚機 103塊半 公開演 跟你講 拉回來會跟你講 我不會因為 因為它拉回 短線的拉回 我就會怕 因為MicroLED 是今年最新的產業 而且它的訂單 是出給Samsung 韓國 跟中北貿易大戰 沒有關係 大尺寸的 你看115塊半 所以你抓到這個產業的趨勢 你就知道 它原來會繼續創新高 你就不會在它橫盤的時候 在它橫盤的時候就想出 做國票 這就是工夫 我所謂的文招文打 就是這樣子 不然很多人操作個股 是用價格來操作 這樣是不對的 不漲 不漲就趕快出 所以你的操作 賞物都是這樣 最高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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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 因為貪去最高 因為撐會怕 所以殺低 因為吃啊 套牢的股票打死不會壞 所以每天高唱聚三兩一 另外跟你講的這檔股票 昨天開牌的那一檔 對不對 我說生技股 生技股 你從這個方向去選股 從這個方向去選股 從這個方向去選股 美國內需、大陸內需、台灣內需 你會發現從我今年年初講到現在 你看就多少包裝大家在講我講的東西 選股你不會選 你就選他老師講的 美國內需、大陸內需、台灣內需 生技股、自展股 被天爭的 這叫做趨勢啊 這時候我不斷不斷提醒你 一定要跟著趨勢走 你說很怕中美貿易大戰 那你就做內需股嘛 這個觀點我提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人談 沒有人談 我現場就跟你講 所以你看做股票就是做觀念 你觀念一對 後面就會很多包裝雜誌寫你講的東西 因為撥亂他絕對會反正 趨勢 那我們分析什麼 分析趨勢 跟著趨勢走財富一定有 這就是趨勢的力量 做股票就是兩個字 趨勢 操作的時候就是觀念的問題 耗鼎、生技 我跟你說 玩生技股 不像安全 沒有中美貿易大戰的問題 重點也是 不是所有生技股都可以買 那我跟你講主廚推薦 務必上車 我說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丁好丁 我有跟你講嗎 講完之後你看 有沒有 講完之後你自己看 自己看 當天買到當天就大早 講完之後 講完之後 那I電子股很難做 電子股當然難做 生技股 今天創一個短高壓回 因為他內線交易案 今天宣判 沒罪 那短線部分 因為沒罪 他也完成ABC三階破亂論證 所以很多技術性的賣壓拉回 所以我們還是仍然看長 因為他的技術 真的是全世界一等一的 主動式攻擊的技術 那既然是中的是好藥 我們就要這個所謂的一個 持續的推遲他 而且他現金證支30億 所以一定會有賣壓 因為現金證支135塊 現在150幾塊當然會賣 所以今天拉回我還是跟你講 都難看長 大成鋼 美國內需股 我告訴你 你說別怕中美暴力大戰 你選股就怕 做美國內需嘛 American first 他不可能磕自己的稅嘛 大成鋼 美國前三大 不鏽鋼廠 43塊8 是選對股票就不用管大盤 選對趨勢性的股票 就不用管大盤 賺多賺少的問題 重點是能夠做得到的如農有幾人 你現在在做電子股 你一定等解到 比比皆是 錢就是這樣賺 賺多賺少的問題 這都是在本節目跟你推薦的個股 那你說電子股 電子股 電子股 電子股很難做 我們來看一看電子股好不好做 一樣的股票沒有一樣的股票 又是貼都沒貼 又是清湯掛面浴金光 三百四六塊叫你買 當天買當天又跟你講 隔天 隔天沒起 有沒有放大一下 隔天有沒有漲 隔天沒有漲 它也沒有過高 我還是跟你講 有沒有做股票 就是要這麼有把握鏡頭拉遠 後面你就看他開始動 你要就是這種老師 沒有動 還是跟你講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你會怎麼樣 很緊張 不會因為投資影響到你的工作 影響到你的生活 郁金光 三百八十八 昨天創新高看到沒有 三百九十一 三八九十一顆 勾訊讓你看一下 郁金光今天在創新高 獲利報老的人看著 有圖有真相有勾訊 不解釋後盤 不打假球 今天在創新高 三八到九九 回首來時銷射錄你看 啊 三百四十六 三百九十九 三百四十六萬 三百九十九萬 三千四百萬 三千九百萬 錢會難賺嗎 貪囊取物啊 輕輕鬆鬆 而這不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帶你操作啊 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三月十四號 那時候也是清灘跨面 那時候也是貼都沒貼 給當天嘛 又是當天跟你講 三百三十六塊 你知道老師好高 因為它是多頭的走勢 只要買對 不怕買貴 那就是工夫啊 你會覺得好高好高 等它拉回 真的拉回 它不拉回你怎麼辦 就追高嘛 你對產業夠了解 你就敢追高 你看 老師啊 你的散戶追那麼高 買對不怕買貴 果然 從沒有亮燈帶你到亮燈 四百一十一 行情一來的時候 你看我怎麼帶你做電子股 我湯頌鴿不會做電子股嘛 我講的電子股也不多啊 沒有動位跟你講啊 沒有過高啊 做股票就是要這麼有把握 這就是你要的老師嘛 如果小鼻子小眼睛 這個地方出了 這個地方出了 我會說橫盤就出了 因為橫盤怕它跌 會怕 表示對它不了解嘛 那所謂的專業就是你看 還沒賺飽之前 一路一路賺錢還不出 冷看長 一直到兩等噴出去 敢挖一段冠 說破你就沒意義了 一直到出清 說得圓滿 漂亮 拜拜 謝謝收看 現在又再來一部 跌下來之後又再來一次 你看我連玩兩趟 連玩兩趟你都不跟 你要什麼樣的投顧老師 指數今天創新高 你如果還是沒有賺到錢 表示你對產業不明 你的選股有問題 你更何況你不會操作 那就來聽演講 湯老師這禮拜有演講 來 禮拜六 早上10點到楓原 下午3點到台南 禮拜天早上10點到桃園 下午3點到台北 這是湯老師最後一次的演講 你要好好的把握機會 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打電話進來預約座位 到現場 湯老師會跟你講 全世界的在中美貿易大戰之中 你要如何從產業的變化 找到你要的標股 另外如何用正確的觀念的方法 去規劃你的資產 讓它變大 廣告中的電話 我們會場見 打電話進來預約座位 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到現場來 相信安美諾 美麗是來自最新層的呵護 它是一整天都在幫你修護你的肌膚 幫你淡化你的皺紋和斑點 除了可以淡化皺紋 淡化斑點之外 還可以改善暗沉蠟黃以及膚色不均 給我美白修護 給我雙重的保養跟呵護 留住你最愛的時刻 安美諾屬於你的美麗承諾 國際股市順襲萬變 中美貿易 聯動產業 只要精準掌握市場第一手訊息 只要精選標股 五位大盤漲碟 葵華在手 江山我友 飽點神功 獲利和通 唐老師 江士林 股市投資 喝 瑞水調味如 衣服可以根據男 女 年齡 量身設計 男女善存也可以 男性 增量B兩倍 有活力 增量心 好幸福 女性 增量鐵兩倍 GC 好氣色 增量蓋 骨骼健康 男女善存 引爆善存 嗨 老公 你怎麼了 之前我看到火力望這家公司的前景 賣了股票後他們就爆出財報不實 現在股價一落千丈 我實在不甘心 遇到這類不法事件 投保中心可為投資人進行團體訴訟 你看 投保中心已經公告受理求償登記 他是公益財團法人 不收取報酬 還會先代電訴訟費用 未來取得賠償金後再扣除就好 那我要趕快點寫資料 寄到投保中心辦理求償 證據期貨普法事件 求償有管道 團體訴訟 回味自然 玉茶園 好耶 好耶 日本富士通變平空調 全機十年保固 再想悄悄折扣6000元 ありがとう 富士子 勺子化 剪班並校 大勢所趨 學校拼創意招生 高齡產婦 月子商機 親子餐廳拼特色 勺子危機 拼商機 6月22號 週六下午1點 中市60分鐘 我是新人哥 今天來中市參加 我是素敏大佛家 來供供 問素敏的心聲 讓你們聽 關注我們的中心 週一到週五 晚上6點 決戰2020 素敏大佛家 向你報道 選擇個股 不必管大盤 但是你的個股 一定是順著趨勢來 而且要有時間的觀念 不同的時間點做不同的股票 電子股該不要的時候 你要滿手電子股 電子股五窮 六點七上吊的時候 你要視電子股如壁壘 千萬不要碰 你看我們現在都很大堆 都是生技股 剛有事情 賺多賺少的問題 你現在是電子股 賠多賠少的問題 你一定覺得 選股好難 可是今天指數上新高 所以你的觀念一定有問題 再講一遍 選股就是按照趨勢來 趨勢最明確 我一刀給你剖開 今年初就跟你講 美國內息 大陸內息 台灣內息 再簡單不過 但是能夠做得到的人 他如農有幾人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抱怨 全股好難 指數到底應該怎麼做 很正常 這個時候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在股市你就要靠投股老師 湯老師講這麼多的解盤 都是在講趨勢 操作 個股只是操作給你看 示範給你看 實戰給你看 所以來找我 湯順葵都是 講在前面 驗證之外 無話可說的 湯老師知道你會廢到底怎麼算 都是無話可說的 親戚朋友介紹的股市桃科 那你如果觀念不明 趨勢產業不輕 每天都一直為中美貿易大戰所苦 賺不到錢 那就來聽演講 這兩個演講是湯老師最後一次的演講 今年最後一次的演講 你要好好的把握機會 以後你想聽也沒得聽 禮拜六早上10點到楓原 下午3點到台南 禮拜天早上10點到桃園 下午3點到台北 湯老師去現場會跟你談很多產業 今年的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產業如何的變化 要在這如何產業的變化裡面 找到標股 那你要如何去規劃你的資產 很多人操作是不規劃的 點在槓會亂衝一通 套勞之後再來研究股票 就是完全不對的 如果透過100%的方法 把你的資產變大 而且要順著趨勢走 所以跟你談就是談趨勢 所以現場會很多悄悄化 台面上不方便的標股的悄悄 會在跟你講 一絲一有座下來談 所以一定要來聽這場演講 最後的一場 有想聽也沒得聽 來聽過的人都會受益良多 禮拜六風源台南 禮拜天桃園台北 這四場演講會是免費的演講 需要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華為快錢打電話進來預約座位 另外這兩檔股票到會場 看一下比爾蓋茲 它毛利率23% 營收每年都YOY五成 那股價竟然是跌下來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當然是買 怎麼操作的問題 文入 七月會有標案入帳 那現在是什麼時候 現在是六月底 那你要先上車 對不對 先買一買 然後等七月 七月等它入帳之後 高檔來的時候 它可能就一路漲漲到八月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 這兩檔股票 你要先下手為強 把企圖先拿出來 那另外個股的部分 今天指數創新高囉 我們來看一下湯老師選的股票 選對股票就跟指數有關係 因為大盤大漲嘛 大家恭喜 大家發財 上車就對了 有沒有 這個臉 這個臉 是不是這個臉 沒有錯吧 這個臉 是不是這個臉 沒有錯吧 買完之後 憑第一聲雷 一根長文幫我們表態 今天 今天穿個短高囉 他已經整理完五天 今天轉牆 下禮拜就要開始一路過關斬將囉 再標一根掌提板 我要公布 公布又如何 每一每先開始面的面紗 你又開始怎麼樣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換得今生今世的擦身而過 你看 老實在蓋牌看不出實力 你講的有道理 那湯老師這一檔有沒有蓋牌 玉晶光 346 沒有動也跟你講 到創新高 388 扣訊就不看了 今天391 6月20號 為什麼來找我湯順維都無話可說 親戚朋友介紹的股市韜客 因為有圖有真相 講在前面驗證在後 我們都是實戰派的 該買該賣 我想騙你都很難 今天你看6月21 399了 為什麼來找我湯順維都無話可說 因為公開驗證 之前也是一樣貼都沒貼 你看一下 之前那一波 3月14號 336 當天買當天跟你講 又是清灘瓜美 又是貼都沒貼 357 我就跟你講 顧得頭顧是不是最會照顧 會員所得的頭顧 396 411 沒有動也跟你講 453 454 455 沒去 我也跟你講 打死不賣 如果小鼻子小眼睛 後面這根漲停就賺不到 493 523 出空的圓滿 謝謝收看 拜拜 修改 財富重分配 現在拉回 拉回又再來一波 又是公開驗證 錢就是這樣賺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我住長江頭 你住長江尾 共飲長江水 日日失君卻不見君 電子股會很難做嗎 我講的電子股不多吧 就是因為很難做 我一樣做了高難度的表演 我們現在手上的股票 很多都是生技股 聚積也是潛藏極子 103 沒有動我也跟你講 創新高110塊半 今天112了 不要追了 因為我們出掉了 短線部分的中探針 也跟你講了33塊 當天買 當天又跟你講了 37.15 昨天你看一下我買完賺半支 出 我有跟你講 我有暗示你昨天我們出了 今天又壓回 等 買點在哪裡 可不可以買 聽我口令就對了 我們現在很多都是生技股 因為月底是生技醫療展 下個月的月底 又是生技展 打重頭戲 那你覺得要不要做生技股 你的電子股要不要換 換 有機會 你不換 你打死都沒機會 都是看人家賣民在發售 主廚推薦 務必上車 講得這麼有把握 你還是不來 我也沒有辦法 好男不當兵 好鐵 不打釘 好頂 講完之後你看一下 當天買就開始拉了 有沒有 漂亮不漂亮 今天還在創新高160 我買的時候你看 141 今天160 140萬 160萬 1400萬 1600萬 錢會難賺嗎 生技股 碳糖取物 我跟你講 做對趨勢股 不用怕賺多賺少的問題 139 寶瑞 143 149 橫盤我也跟你講 繼續幫你追蹤 對不對 147塊半 152 對不對 今天要壓回 因為它已經突破 壓回就支撐了 所以還仍然看漲 不是只玩這一趟 去年12月 寶瑞也是蓋白股 110 120 你自己看一下 我翻快一點 從沒有亮燈帶你到亮燈 130 除青 137 出完之後開始崩 崩完之後崩不下去 買回來再來一次 有沒有 就是三月份的事情 你看 一檔股票 從沒漲停 玩到漲停 初衛跟你講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紅豆啊 升南國 春萊啊 發幾支 勸軍多彩結 標股 它最相似啊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一檔股票可以來來回回做三趟 這裡不只有選股的問題 還有操作上的問題 因為整體的水位的成交量 不到1800億的捐量 所以你必須很多股票來來回回 雖然趨勢是往上 但是你要懂得來來回回 你看郁靜光 你看寶瑞 左燈 當你買當年漲停 100 又是生技股 你看 為什麼湯老師跟你講 時間點對 你去買生技股 就是太陽取物 對不對 四月底之前 我跟你講電子股出光 不要再碰 118 我都跟你講啊 到現在還是不出 這就是趨勢的力量 看得懂趨勢 乘風破浪 過關斬將 月底生技展 下個月是生技展 都是生技展 都後面只有利多沒有利空 你告訴我湯士葵的生技股要不要出 電子股很難做 我還是有辦法 欸 單股重壓 身強體壯健康良測健測 你看 我怎麼賺電子股的錢 單股重壓阿高級 你很清楚啊 電子股好不好選 我湯士葵還是有辦法帶你賺電子股 而且單股重壓 謝謝說 水 竹顏慈敬 法此術 罪事人間啊 留不住 錢到底應該怎麼賺 都賺不到 就來聽演講 好 來 湯老師這禮拜有演講 這是最後一次的演講 你要好好把握機會 以後想聽可能也聽不到了 標股 2019年標股大追蹤 這是免費的講座 禮拜六 禮拜六 早上10點我們到楓原 下午3點到桃園 到台南 禮拜天早上10點到桃園 3點到台北 這市場演講會呢 是免費的演講 他老是到現場會有很多 標股的悄悄化 平常檯面上不方便談 我們會意識意有做下來談 還有你的資產要怎麼規劃 才可以賺到大錢 很多人都不規劃 觀念該怎麼去釐清 產業該怎麼去明 找到大標股 另外你想要先下手為強的 這兩檔股票比爾蓋茲 穩路這兩檔股票 打電話進來上車 廣告中的電話 打電話進來預約作為 我們會場見 字幕視頻分析